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来了中国以后 我有一个目的 用我自己的那个能力给别人帮忙 我们是两个都是从荷兰过来的 我们问了我们的中文老师 他可不可以给我们提一个中文的名字 所以我的名字是安彭 他的名字是柯萍 然后两个在一起是平安 我们第一个产品就是那个羊毛 羊毛做鲜 然后变成一个小小的那个包 大部分是他我妻子设计我们的产品 他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些的外国的风格 和那个藏族的文化的风格 两个融在一起 九五年之后我们两个想看一看中国的地方 然后我们去了四川的西边 我们九八年来的西宁 在大水里面先睡了一段时间 寒雨 有一次有一个走山上的领导过来我们家 然后他说 那你可不可以住在我们的牧区的地方 然后一边可以做一些什么帮助的小牧 也一边可以教英语 然后我们差不多两千年 从西宁帮到那浙库县有一个牧区的地方 跟那个本地的牧民我们解除的时候 他们的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羞肉不够 他们真的喜欢做一些的羊毛和牛肉做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还要加上给他们一些的培训 我们现在跟差不多四十个五十个家 他们做我们的东西 然后每一个月他们差不多拿八百到五千块钱 他们可以一边做我们的糖分 一边照顾他们的孩子 或者照顾牛羊 然后他们平均可能做大概三个小时吧 每天三个小时的工作 可能差不多就够了 我们在医院里面 没有做东西 他东西来了 谢谢他们 我家都在 我家都在画来 你男家跟我来 你看起我们有个画 人们不知道 是一时间 这 pomoder 我就合涵到对 他根据他 我孔天 他zyć 他 我评者 你 他他评事 他 他 谁 我 你看 他 我 我 他 通 他 一般外国人特别喜欢牦牛的绒 我们做的一些东西 因为在别的国家没有牦牛 大部分都在藏区的地方 所以他们觉得牦牛的绒 还有现在我们也做香皂 用牦牛的奶子 他们特别喜欢 因为是一个很特别的 而且人均的是那个青海的一些产品 这个是水融化 这是本地的水融化 我们自己去高原的地方 然后自己拿水融化放在香皂里面 对 这样干了以后我们可以用 所以这个我们特别喜欢 开店的时候看到上面也是不容易 韩语交流有时候有点困难 别的事情也有 我们冬天的时候去一个地方 那个冰不是那么好 有一次就有问题 他在那个河里面进去以后 猛猛过来 我们派我们的北京地步太上去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扫兽方面有点困难 第一批买我们的产品 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的朋友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我们批发到别的地方 拉撒或是天堂或是云南 也有一部分是国外 这个是一个 很多人喜欢的一个小礼物 差不多 卖的最好的 对 卖的最好的 那这个大概多少钱一个呢 这个二十几块钱 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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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真的不贵 这个差不多七十块钱 这个只有二十九 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大使餐 住在这里二十年 我们特别喜欢那个环境 特别美丽 我们觉得人也严重得很好 所以我们开始跟他们合作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我们不要 就随便离开这个地方 我也觉得在智慧有很多 很有意思 有很多的少数民族 有韩族 有回族 有藏族 有蒙族 所以我也比较喜欢了解 更多的那个文化 还有一个是我也觉得 很多的人 还没有发现 晴海是那么美丽的一个地方 我们有两个儿子 他们一直在晴海 也长大了 他们也到高中 一直在中国 他们现在有一个在荷兰 一个在英国 但是他们真的 有时候也喜欢过来 然后他们还是觉得 老家是新年了吧 我们不知道现在是 我们是荷兰人 或是晴海人 或是半个荷兰人 半个晴海人 不可能真的一直没有 没有圈圈地想家 来到这里以后 我们觉得我们在新年里面 真的有一点满足 满足的感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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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